花蓮市重陽節禁勞禮金 從即日起開始發放 今年一共有10554人 符合發放的資格 其中百歲人瑞就佔有29人 市長魏嘉賢特別前往了國威里 來探望百歲人瑞 張吳同老先生 並且執政了重陽禁勞禮金 期盼老人家能夠平安健康 花蓮市長魏嘉賢8號上午協同 社勞課長肖子偉 前往林申路待望張吳同老先生 並執政重陽禁勞禮金 國威里里長陳夢勇也到場關切 而張老先生得知市長要來家中 一早用完早餐就在家裡等候 一看到市長等人到來 讓老人家是開心不已 那這次重陽禮金的發放 花蓮市公所還是一樣按照往例 那我們今年也是長輩的部分有增加非常非常多 那今天我們特別來關心我們百歲的爺爺 張爺爺那也瞭解到張爺爺居住在花蓮 他是用怎麼樣的方式來做相關的養生 那我們也希望說讓更多的人分享 那在此也要公祝我們所有長輩在重陽節的時候 每一個長輩都能夠開心 幸福 每個家庭都能夠和樂 雖然已經是百歲人瑞 但張吳同老先生的身體確實相當硬朗 對於他的養生之道 他也表示 平常除了飲食較為清淡之外 最喜歡的就是出外運動散步 他還稱讚花蓮的空氣非常好 非常適合助人 也感謝衛市長將市區的人行道改善得非常平整 其實我們花蓮市不大 每一個人都可以用走路到點對點的地方 那可以減少開車的機會 那其實如果用走路的方式可以來運動的話 我覺得會讓自己的身體能夠更健康 那我們看到台北市 往往在無形當中就走了十幾公里 大家可能也不知道 但花蓮市大家都習慣用車 然後騎車 開車 所以造成交通已經原本擁設的部分會更擁設 那我們希望能夠改善大家行的一個習慣 那逐步的來改善我們的友善環境 讓所有的一個交通動線跟人行環境 都能夠逐步朝向比較穩定的方向來走 而今年花蓮市公所編列 從陽近到里近690萬億千元 總計有10554人符合發放資格 如果對從陽近到里近有需要更詳細的資訊 可以撥打03-835-1506 轉15分機林小姐洽詢 記者 雪莉清 花蓮市報導